2019年9月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今天先带你来看两宗 投资者控诉被骗钱的新闻 10名主要来自北马的商家 控诉悟性一名今年29岁 达特3的甜言蜜语 以为可以在三年内翻5倍赚取高回酬 而身陷一个A字头 以基金会形式招之的金钱游戏 据知目前已经有500多人受骗 涉及的金额超过千万令吉 这群商家的代表陈又胜 今天在记者会说 他们是在三年前通过朋友圈 认识了这名自称拥有的 3军贤的五姓男子 当时他们一群20多人共投资了160万令吉 他说该A字头基金会是以扩充业务为名 从2017年开始邀人注资 当时还在槟城乔治市举办一场盛大的开幕宴会 之后还在国外举行国际大会 基金会的负责人还声称拥有私人码头和俱乐部 在台湾也有生意 除了透过上述种种排场来取信投资者 该名男子和他的伙伴还向投资者出示 该基金会向注册局登记的证书 让人深信不疑 陈先生说他和下线投资了两年多 却分文未得也没有分享到任何被承诺的分数 也就是point或者是利益 他们也在遭到了下线之后领取了少许的佣金 因而渐渐感觉到不对劲 而在今年8月3日起陆续报案 这群投资者今天到贸销部长赛夫丁的服务中心投诉 希望部长协助揪出涉案的无形男子 并把款项退还给他们 第二宗案件发生在甲洞 10名暴读企业管理课程的人士 声称悟信导师在课堂上的大力推荐 而掏钱投资在中国的某餐饮连锁店的生意 不料却拿不回分文 几经追查之后才发现 这个投资骗局已经卷走了大约100人 超过1000万人民币 折合马币约580万令吉 上述10名投资者今天到甲洞行动党服务中心求助 他们的代表谢浩康透露 他和30名朋友投资了600万人民币 单单他本身就投资了11万人民币 却仅仅拿回6000人民币 他说他是从2017年年初开始投资这个项目 每个月可以拿到0.6%的回酬 一年回酬率是7.2% 但他拿了几次之后 在同年的7-8月开始就再也拿不到钱 面对他的追问 该公司负责人的解释是 因为公司的财务出状况 需要一些时间来筹钱 才能够把钱还给他 结果他一等就等了两年 都没有任何下文 这群投资者今天召开记者会 提醒大家谨慎投资 以免布上他们的后尘 来换个焦点 来看一则意外的新闻 工厂巴士的乘客一般上大约是40人 而在双期大年 竟然有一辆工厂巴士是载了80个人 这辆严重超载的厂巴 今天载着员工到工业区上班途中 在下斜坡的时候 疑似因为刹车器失灵 结果在交通灯处撞上了前方的车子 之后闯入反方向的车道 撞向迎面而来的车子 造成14辆车子连环撞 遇10人受轻重伤 这起车祸是今天早上7点多 在安曼寨野城镇的交通灯处发生 涉及车祸的交通工具分别是一辆厂巴 九辆国产车 两辆本田轿车 一辆丰田轿车 以及一辆日本休旅车 而四件松的伤者叫后已经被送院治疗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